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近期中国股市的下滑可谓惊心动魄 但日跌幅达7.1% 让投资者们心里一阵慌乱 原本寄望于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 却不料迎来的是一场失望的盛宴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主席 虽然宣布要加快债券发行 却只给出一个空洞的承诺 让市场的期待瞬间化为乌有 随着股市重挫 投资者们开始怀疑北京的意图 NDRC的角色似乎更多是执行而非决策 而真正的刺激措施 恐怕还得等到财政部的行动 虽然未来的刺激计划预测可观 但关键在于需求能否跟得上 否则再多的金额也无法改变经济的困境 同时我们还看到全球投资者 在中国的刺激政策上压错了宝 期待的财政政策却不如预期 市场的反映各种波动 让人捉摸不透 面对结构性问题和家庭消费意愿的疲软 未来的经济走向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总之眼下的中国股市 犹如一场未完的烟火秀 期待着真正的刺激政策来拯救经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哎呀 宝宝们 你们最近有关注中国股市吗 不是我说这股市真是有如坐过山车呀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股市一个趴就跌了7.1% 这可是自2020年2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这是股市在跳舞呢 还是在跳崩溃舞呢 不瞒你说大家原本期待着北京会推出一波振奋人心的财政刺激 来拯救咱们的经济 结果呢 只能用失望透顶来形容 这就像你期待着去吃自助餐 结果发现只剩下一碗白米饭 投资者们心里只打劫 我们的救星呢 星期二的时候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主席郑善杰 可是放话了 要加快发行债券 提前拨款2000亿元人民币支持项目 听上去挺厉害的对不对 但实际上 这个承诺就好像跟你说 明天会有太阳升起 心里还是空虚的很了 这位主席还提到 要稳定房地产市场 我们都知道 房地产就像一个气球 吹大了就是要小心 生怕哪天碰一下就炸了 所以股市原本的小火苗 一下就吸了 香港和中国的股市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好比一场盛大的烟火秀 结果却只剩下几声闷响 投资者们心里都想着 我们是误解了北京的意图吗 重磅政策呢 哎呀 这个NDRC呢 其实更像是一个执行者 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据TS Lombard的中国研究负责人 Rory Green表示 大家可能对北京的财政刺激计划 期望过高了 毕竟最近的货币刺激措施 也莫让人激动起来 根本改变不了 无论如何都要增长的固有策略 还有一位大咖评论员徐忠提醒大家 人民银行的公告 可别误解成 央行要买股票 真是让人出了一身冷汗 这事儿可不闹着玩儿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救 虽然 NDRC这次的简报会 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但大家还是对未来的财政计划 抱有一丝希望 就盼着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 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据说 这次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 可能会在1万亿元到1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这模看来还是有点细的哦 根据花旗的分析 合理预测是 今年大约会有3万亿元的刺激计划 包括弥补地方政府的收入短缺 促进消费增长 以及帮助银行资本重组 不过 NICOL SEO也提醒大家 关键问题还是需求不足 如果刺激措施不能带动消费 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这就像是 你给我一个厨房 但我却不想做饭 真是让人无奈 唉 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帮助中国经济 大家心里都在打鼓 投资者和居民们 早就期待着习近平政府 能优先考虑经济增长 但这几年 疫情 房地产崩溃 和对商业环境的控制 让大家的信心都掉光光了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IDT Mathew也指出 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不足 让家庭更倾向于存钱而不是消费 这些问题 可不是几个刺激计划就能解决的 所以总结一下 对未来的财政刺激计划 大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 但能否真正改变经济现状 还得看北京的决策者们怎么出招 我们可都盼着 来场真正的经济盛宴 别让我们空等一场烟火秀哦 接着 再来看看悉尼晨报的报道 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可是压错了宝 这个故事也是让人心酸 大约两周前 央行推出了一个大刺激政策 股市投资者都疯狂了 利率降低了 再加上1000亿美元的便宜资金 公非银行机构用来买股票 让股市一下子火了 CSI300指数 那时已经飙升了近40% 这可是让人喜出望外的场面啊 然而 当市场期待着 接下来会有同样规模的财政政策时 却遭遇了失火花的简报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的简报 会让大家的期待跌到谷底 根本末宣布什么重大新支出 只是提前发行明年的2000亿元债券 这对于126万亿元的经济体来说 真是九牛一毛啊 有意思的是 当简报会还没开的时候 股市又开心地涨了11% 但当大家发现 没有大刺激计划后 市场瞬间跌回去 香港市场更是一天内 下跌了近10% 铁矿石价格也在央行宣布后 飙升到5个月来的高点 结果随着NDRC简报的失望情绪 价格也跟着回落 大家的期待真是有点不切实际了 实际上 NDRC是个规划机构 不是执行机构 像这样的重大新刺激措施 应该是财政部的活儿 也许他们会在这个月晚些时候 或者年底之前有所行动 虽然 NDRC对中国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 表示信心 但世界银行却预测 只会有4.8%的GDP增长 明年预计只有4.3% 这样的增长 放缓让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们 也一同皱眉 如果北京政策制定者 能好好利用央行的兴奋效应 那就太妙了 从那次宣布后 CSI300指数已经上涨了近三分之一 虽然距离2021年初的高点 还有27%的差距 央行的行动不仅点燃了股市 也让主要城市的高端房地产市场和消费 出现显著增长 尤其是在国庆的黄金周假期 消费比去年大幅上升 虽然仍低于疫情前的2019年水平 不过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然在萎缩 这也是家庭风险厌恶的主要原因 直到两周前 中国股市的低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房地产和股市一直以来都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储存地 央行的行动 是自从中国恒大违约以来 北京政策制定者首次对经济产生了正面影响 在这次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之前 北京的措施大多是非常谨慎的 小规模的 零零星星的 效果也不大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一直不太愿意进行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来重振家庭消费 习近平认为这种措施会浪费资源 还会滋生惰性 他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那次大规模刺激计划 记忆犹新 那次刺激引发了房地产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繁荣 但也种下了今天经济挑战的种子 习近平更偏向于新质量生产力 也就是中国对先进制造业 如电动车 半导体 航空 太阳能 和生物技术 提供的大额补贴和非金融援助 他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出口 而不是消费来实现更强劲的增长 同时在国内发展出独立的能力 主导未来几十年 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核心技术 这一策略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产能过剩 虽然工业产出和出口量增加 但价格和盈利能力却在下滑 还引发了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反弹 此外 中央驱动的经济计划 偏向大型国有或国有导向企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 使中国的创业私营企业受到冷落 这些企业约占中国商业企业的40% 但历史上却驱动了约60%的经济增长 习近平对房地产 科技和金融服务行业的打压 使这些企业变得防御性 和中国消费者一样 风险厌恶 对习近平来说 共同富裕意味着减少明显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可以理解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 习近平会有这样的信念 但这些信念 以及他反腐败和国家安全的驱动 所产生的恐惧 并不利于私营部门的信心 风险承担和投资 北京需要重组地方政府的财政 因为他们的债务负担过重 并限制这一层级政府 提升教育 健康和社会福利支出的能力 这可能会提供一些刺激 他们还需要为中国的弱银行 进行在资本化 更直接地处理大量未售出和未完成的房产 并更认真的鼓励家庭 开始动用他们创纪录的储蓄 如果能够解决一些更明显的增长和稳定威胁 或许还能摆脱可能持续的通缩螺旋 随着人口减少 经济停滞不前 他们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以利用股市的反弹 并在受挫的消费者中产生一些信心 让他们觉得 未来比最近的过去要光明的多 好了 聊了这么多 希望北京的经济大师们 能给我们带来一场真正的经济盛宴 让我们的投资者们能孝珠颜开 而不是一场空洞的烟火秀哦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投资者应该压住北京的重磅政策 毕竟中国政府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面对危机时 总能采取有效措施来稳定经济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迅速推出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 成功提振了经济 即便目前股市下滑 北京也有能力为市场注入信心 这是投资者不能忽视的潜力 可别忘了2008年的刺激计划 虽然短期见效 但也引发了长期的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问题 现在北京似乎更加谨慎 习近平对于大规模刺激抱有疑虑 担心会重蹈覆彻 与其压住不确定的重磅政策 投资者应该更加谨慎 因为目前的经济情况加上 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不是简单的财政刺激能够解决的 但北京的政策灵活性仍在 中国政府有能力随时调整策略 以应对市场变化 比如最近的货币政策 已经在部分地区见效 带动了高端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增长 虽然北京目前未推出大规模刺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有所行动 投资者应该看到 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上的潜力 和过去的成功经验 这是值得压住的 灵活性不能掩盖结构性问题 人口老龄化 社会保障不足 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都在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即便有短期的政策调整 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些问题 投资者应该把目光投向更稳定的市场 而不是过度依赖中国政府可能出台的政策 因为这些政策能否有效还要打上问号 确实 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解决 但这不代表短期政策无用 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行业仍然在增长 这些领域的补贴和政策支持 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投资机会 此外 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 也让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市场 更具吸引力 投资者应该多元化布局 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 并期待北京能出台有效政策 来支持经济增长 多元化投资固然重要 但不能忽视风险 中国市场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太多 包括政策变化 地缘政治紧张等 这些都会对投资者构成挑战 投资者应当更加审慎 做好风险评估 而不是单方面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 过去的成功经验 不一定能保证未来的结果 压住一个政策未必是最佳策略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